今天来读约拿书第四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拿书第四章 约拿书第四章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且胜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 耶和华啊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于是约拿出城 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的印下 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壁麻 使其发生高过约拿 引而遮盖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 约拿因这颗壁麻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 神却安排一条虫子 咬这壁麻 以致枯稿 日头出来的时候 神安排炎热的东风 日头曝晒约拿的头 使他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 说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神对约拿说 你因这颗壁麻发怒 合乎理吗 他说 我发怒以至于死 都合乎理 耶和华说 这壁麻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甘死 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宁明为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